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数在香港乐坛维持的最长久的乐队 当然非温娜莫属啦 今年温娜更会推出新曲加精选专辑 第一哥哥谭校长跟彭建兴也有份参与创作哦 因为我们为这个演唱会呢 一人写了一首歌中间那三个 这一个 第一首是我写的温娜精神 温娜精神 第二首是彭建兴 他写的歌名是战定 永远在一起 第三首是《活在当下》 就是都是不一样的歌 但是除了旋律很容易接受以外呢 也有一点我们想带出来的意思 我们带出来的想法 为什么不考虑找个女主角来阴阳调和一下啊 不错的啊 也不错的 也不错的 其实真的不错的 我们考虑 慎重的考虑 不过 早前不是有传 彭建兴有意解散温娜的吗 那即将推出的新专辑 不就是温娜的告别座咯 我们温娜是香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我们说要解散就可以的 其他人也不容许 对不对 我们更希望这个精神可以传承下去 另外 今日外界就有不少批评指 阿萨跟阿娇组成的twins 辱航了15年 还是一点进步都没有 是害了香港乐坛啊 不知温娜对此又有什么看法呢 在某一个阶段 在香港的确是有不同的音乐 有不同的音乐发生过 白花齐放 对白花齐放 所以在当时候 我们也看得很过瘾 他们两个很伤龙活活的 那不错啊 当年我们曾经 对曾经也想过 我们也要去打翻根 跟他们对一下 我跟唐校长准备组一个组合 跟他们拼一下 结果后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不会翻跟斗 学啊 没关系 慢慢学 现在来挑战他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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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